继续,又一位在国际突破成为 一样是靠着一丝不苟的标准数据 这位在咖啡界争光的吴泽玲 他在2016年完成台湾选拔三年代之后 代表台湾一举赢得世界咖啡大师赛的冠军 70年次的吴泽玲大学的时候很喜欢喝咖啡 成了业余玩家 台大电子所毕业后工作了两年 才决定放弃专利工程师的稳定工作 他在街边以着三轮车开始创业 一开始曾经一天都没有卖出过一杯 边扛着长达一年半的亏损 他边为参加比赛四处在街场地练习 带您看看他如何发挥了理工精神 把煮咖啡的过程化为数据 一步一步迈向世界冠军之路 世界杯咖啡大师 台湾的冠军是吴泽玲 2015 WBC世界杯咖啡大师赛 由70年次的吴泽玲拿下台湾总决赛冠军 这是继2013及2014年 他第三次获得台湾咖啡大师的冠军 所以今天我挑选的一只豆子 是我认为非常适合用来表现保暖度级化 顺感的一只豆子 他就来自巴拿马 培立到中原 脸上带着温暖笑容 他用中英文夹杂的专业解说 一边向评审团介绍咖啡的产地和特性 一边动手完成重煮咖啡的每一个步骤 整个比赛过程 修不出紧张民众的氛围 倒是像看一场秀一样享受且自在 这个阶段我想让家家品尝到一些 不一样的风味和诚实感 所以我现在要做的呢 是将你们的牛奶饮品的奶泡 可以完成去除掉 那去除掉之后呢 请你们再靠近闻一下一笔表面的香气 再喝一大口之后呢 你可以感觉到 风味会变成是泰菲糖 以及伯爵奶茶的风味 变得更加的清晰 每位咖啡加乘上清晰口调 以俐落动作 顶着台大电子所硕士的学历 过去他曾是一名专利工程师 很难想象 连续拿下三届台湾咖啡大师冠军 他靠的是把过去理工背景所学来的数据分析 运用在烘焙咖啡中 9%的水分含量 然后它的密度就是 一公升的体积里面有820克 印象中你可能烘豆就是直接把豆子丢到烘焙器里面 就开始烘焙 可是其实我们会去做一些数据上的统计 因为这可以帮助我们 就是你未来 假设你的数据统计到一定的量 你有去做分析的话 以后你拿到一只咖啡豆 你可能可以去预判说 接下来我要怎么烘焙 利用数据分析 测出每只豆子的属性 接着烘焙的过程中 他专注记录下每一分钟的火力与温度 这关系着咖啡豆即将呈现的风味 像我们要做的都是去找 找说哪一段哪一个阶段 温度的阶段是对它酸影响最大的 但是对香气影响又最小的 从大学时期就爱上喝咖啡的他 一开始只是觉得开销大 想自己动手煮咖啡 没想到煮出兴趣 在硕一时期他干脆改装三轮车 跑到街上卖咖啡 那时候就是开始会接触到客人 所以客人就会说你的东西很好喝 然后我自己还做小蛋糕 我们拿出去卖 然后就会受到称赞 就很开心 所以那时候就想说 就是以后想要开咖啡店 退伍后他担任专利工程师 但心底从没忘记过自己的咖啡梦 一次机缘下 他得知有卖场急于向咖啡厅招商 于是毅然决然此去高薪工作卖咖啡 让家人肯错愕 家人一开始应该有点错愕吧 就是蛮突然的 可是其实我们也不是说想要找他们讨论 因为我觉得我们自己都是成年人的 所以做的决定自己负责就好了 所以只是就是告知他们 我们要做这件事情 2011年他开了梦想中的咖啡厅 初期生意惨淡 一个月营业额只有六万元 扣除成本和员工薪水 几乎一年半没有收入 最惨的情况我印象超深刻 就是那一天的业绩就是挂蛋 我跟我的那个时候另外一个同事 就是我们两个人过在店里面 然后大言邓小言 然后到都要关店 就是完全没有任何一个客人来喝咖啡 没有客人上门的这段期间 他花尽各种心思 钻研烘焙咖啡的技巧与方式 提升自己的实力 他说一杯咖啡中 有百分之九十八的成分都是水 因此水的PH值与软硬度 都是影响风味的关键 历经不断尝试与练习 他相信好咖啡总有一天会被看见 我觉得他们家的口感层次很多 就是说你刚闻到的时候喝下去 然后像现在喝了一下下 然后之后就是喝完之后 我觉得每一个阶段 都会有不一样的味道 他们家的咖啡温度不会很高 然后可以像昨天马上入口很顺 2009年起 他每年参加世界杯咖啡大师比赛 努力五年后 梦想才终于开始发酵 2013年他拿下台湾冠军 2014年前往意大利 在各国佼佼者中夺得世界第七名 台湾参赛这么多年 我是第一个进副赛的人 第七名又是只要再往前一点点 就进决赛了 不是餐饮本科系出身 从玩票性质到台湾咖啡冠军 吴泽玲说这一切不是幸运之神降临 而是一路稳扎稳打 靠专业判断与统计分析得来的 第一年第二年比赛其实连初赛都没有过 可是我们就会去看评分表 然后去检讨 这次比赛有遇到什么不足 好那我们明年的目标 就是把这些东西全部解决掉 所以当我觉得当我们一旦拿到冠军之后 可是这样讲可能有点臭屁 其实就蛮难有人在很快的追上我们了 因为我们的进步是非常扎实的 果真他连续三届蝉联台湾咖啡大师冠军 从挑选咖啡豆到善用食材的物理特性 做出评审团都惊艳的创意咖啡 我今天要做的事情就是引入一些香氛的气体 那我只要引入十秒就好不要太多 但是我藉由它可以密封的特性 来增加它的压力 或是小分子的香气配备的 吴泽玲泽里面 拿下全台冠军后 2016年他将代表台湾挺进爱尔兰 参加世界赛 他说最大梦想是站上世界舞台 还要改变民众对于煮咖啡 没前途的想法 咖啡应该慢慢的要走到 比方向是用知识 用技术在赚钱 而不是用劳力赚钱 咖啡这行 薪水非常的低 我自己是有想要改变这样子的状况 每月不定期教育训练 吴泽玲以自身技术与经验 来培养团队一起成长 台大硕士生用数据算出咖啡箱 他的咖啡人生由自己调配 他说可以 所以李出语 准备 人